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是考验人品的最佳理性。 最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每天都聊,而是我发了消息,你看到了,自然会回复。 秒回,是这个时代最不可或缺的安全感,也是对他人最大的尊敬。 前两天,大S和汪小飞的一组对话上了微博热搜。 起因是大S打了电话给汪小飞,想看看孩子,结果汪小飞说他不在家,在路上开车。 大S立刻说为什么开车还要接,汪小飞回答说,不敢不接啊。 在网友调侃汪小飞的家庭地位时,我却看到这样一个细节背后的真相。 汪小飞不是不敢不接,而是不想弃子大S担心,他想在第一时间回复,而不是直接挂断,让大S不明所以,各种猜测和疑虑。 看到他人发来的消息,不论能否解决问题或者明确回复,起码说一声收到,让对方放心。 这不仅是人际交往起码的礼仪,更是一种态度,让对方感知你的重视和在乎。 你回复消息的态度就是你们关系的温度,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就是别人将来对你的态度。 今天你能及时回复,认真对待他人的消息,将来你才会得到他人热情的回应。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最靠谱? 其中一个高赛回答是,收到会回复的人。 深以为然,前天是儿子学校举办小学生十岁成长礼的日子,学校邀请家长共同参加典礼。 我刚好工作有事走不开,就发了微信,让爱人抽时间过去。 信息发出后时辰大海,期间我给爱人打了一个电话他也没有接。 为了让儿子的成人礼不因父母缺席而遗憾,我硬着头皮找领导请假,在领导极度难看的脸色中匆忙地离开了公司。 等我赶到学校时,却在校门口看到了先生。 一场争吵,毫无悬念地上演了。 我责怪爱人为什么收到消息不说一声,害得我白跑一趟,不仅耽误了紧急工作,还得罪了领导。 他一脸无所谓地说,我收到了你的消息,所以我不是过来了吗,你赶紧回公司去吧。 领导还补充了一句,我刚好中途接到几个电话,就把回复你的事给忘记了。 回复收到,耗时不超过两秒,两秒的代价却是耽误工作,夫妻争吵。 网上还看到一个故事,某公司领导让员工小王给上级部门送一个材料。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回复。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回复。 直到中午,领导在楼道里看见了小王,问他材料送到了没有。 小王说送到了,领导又问他怎么送的。 小王回答说那个人不在,他就委托办公室的其他人转交了。 领导听完,对小王的印象只有三个字,不靠谱。 此后,领导再也不会轻易地委托小王去处理重要的事了。 有人曾总结说,所谓靠谱的人,就是凡事有交代,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交代给他一件事之后,他能妥善地处理好。 就算没有办好,也会及时地反馈,不会让人担心,这就叫靠谱。 看一个人是否靠谱,不必做惊天动地的大事。 收到消息,能及时回复,就够了。 靠谱,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社交能力。 5G时代已经到来了,没有收不到的消息,只有不想回复的人。 想起今年五一的同学聚会,班长让我给几个同城的同学发消息出一通知,鼓励大家有时间都来聚聚。 三个同城的同学中,只有林红一直没有回复。 在我第三次把聚会的时间地点以及邀请函发给他的时候,依然没有动静。 我决定问同学要他的号码,打电话跟他聊。 没有想到,正要打电话,林红发了一条朋友圈即赞。 更可笑的是,他还给我发了消息,喊我帮忙去点赞。 我突然放弃了打电话的念头,果断地将林红排除在聚会之外。 比等他回复更让我糟心的是,他的动态在变,喊人点赞,却不回我的消息。 人家给你say hi,你要回去你好,人家给你发了消息,你起码回个收到。 不回复的人,就别去打扰了,赔了笑脸,还丢了尊严。 于敏红曾说,一个人如果人品很正,做事直率,没有遮遮掩掩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说他在人品上基本是靠谱的。 同学聚会来或者不来都是你的自由。 在看到通知的第一时间,真诚坦率地告诉对方是否参加,这才是同学交往的正确打开方式。 几次三番做事不管,甚至还跳过这条消息,为己私利公然所赞,这就是人品欠费了。 网络时代一切都很便捷,检验一个人的人品也很便捷,看他如何处理消息就足够了。 网上有句戳心的话,有一种悲伤是,我回你消息是秒回,你回我是轮回。 殊不知,比轮回更惨的,那就是压根不回。 这背后的真相说白了就是不尊重。 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发消息在线等的人是你,你希望对方及时回复,还是无视你的存在呢? 别人通知你一件事,回复收到两个字,并不难。 别人邀请你去赴约,去或者不去,都是你的自由,给个准信就好。 别人问你一个问题,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就说不了解。 你正在忙碌,也可以在事后及时解释一下,说声回复晚了,抱歉,对方也会理解。 发消息的人要的是一个反馈,而不是沉默。 沉默折射出的是不尊重。 惠特曼说过,对人不尊敬,首先就是对自己的不尊敬。 收到请回复,既是一件小事,又是一件大事。 他小到不足两秒,微乎其微,就又大到人品和尊严。 收到消息后,即使给他人一个回复,既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 不尊重别人的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他。 信息时代,千万别让你的形象和价值会语,收到不回复。 好了,今天的文章就给您分享到这儿。 喜欢沐峰的声音,可以添加沐峰的个人微信号,爱沐峰03。 晚安。 亲爱的朋友们。 谁的脚不近啊 谁的脚不远啊 我都竖起耳朵 听着流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 我没听你倾诉 没去赶你孤独 总是披着耳朵 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荡荡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 茶瓣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只有耳朵 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 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 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 谁的脚不近啊 谁的脚不远啊 我都竖起耳朵 听着流道里还是空空荡荡荡的 我没听你倾诉 没去赶你孤独 总是披着耳朵 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荡荡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 茶瓣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只有耳朵 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 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 烂素角的眼睛却是操弱 左右耳朵也满脸着 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我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 茶瓣不思呆呆的凝望着 只有耳朵 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 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 烂素角的眼睛却是操弱 左右耳朵也满园着 最近少一个人好寂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